你可以到云端白板畫面這邊 裡面的話我們現在是第一單元 所以你點擊進去 那你可以看到裡面有很多的答案 媒體媒體的答案 綜合的答案在這個程式碼這邊 這裡面包含就是我們的答案 OK那你 我是建議你們盡量用那個IE瀏覽器 不是IE Google瀏覽器 因為它是Google的云端硬碟 所以如果說你用IE瀏覽器 有的時候會發生一些 奇怪的狀況 那點擊之後的話我是建議 它的這個 點擊之後這個右上角有個彈出 這個彈出字窗 當然你可以直接在這邊看 可是將來如果說有需要牽涉到複製這裡面 因為我的程式啊剛剛按一下按鈕 其實裡面只要寫完這個跟這個 總共大概沒有幾個沒有幾行字 它有那個效果的話 那你要自己賺一些不太容易 你可以從這邊複製貼上 那如果你要複製貼上之前我建議是 先彈出 再來複製 因為如果你直接從剛剛那個地方這個畫面複製貼上 好像會產生一些 很多斷行的問題 所以我是比較建議你乾脆就直接 記得是右邊這邊 右上角有個彈出視窗 再來做後續的複製貼上 那裡面的話呢除了說可以複製貼上之外 在這邊有那個如果你們有登錄的話 如果你有登錄Google賬號這邊有個MSN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 發問題 假如說因為你們距離比較遠 後面同學有問題也可以直接在這邊 有個即時通的 那個服務 你也可以直接在這邊問問題 那我看到我可以馬上回答你 那剛剛的那個答案 因為我如果把它寫在 白板上面可能要畫 寫得很詳細並不容易 所以我把剛剛的畫面截圖 放在這邊 畫面截圖放在這邊 剛剛的東西 如果你公式來不及記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還有Labs加if 比如說像那個Labs那個 比如說他姓什麼 姓別是什麼 那應該叫 胡 先 他姓別是男 那如果你要做出像這樣的效果的話 需要用兩個函數 一個是先取得他的姓氏 姓什麼 所以是Labs 一個字 稱謂的話呢是由 姓別這個男位 如果他是男那就補先生 如果是女就補女士 類似像這樣 我想這個答案在這裡 自己參考一下 因為這個是屬於比較基本的 這個這個部分 OK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中國練習一 如果我要把那個 門號部分 用REPE加LEN的話 答案也在這裡 不過看起來基本上是有點複雜 但是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就是說 利用REPE加LEN 怎麼把 剛剛的結果做出來 那第一個當然串公式 等於什麼 等於 這邊下個等於 09開頭 記得加雙引號 因為它是個文字 AND AND這個電信業者 然後在AND串接 一個什麼呢 一個 減的符號 減的符號 OK 然後呢 在AND 什麼呢 AND 區碼 不過區碼前面你要先判斷一下 它到底 是 要補幾個零 所以 特別注意 所以我們要先處理補幾個零這件事情 那補幾個零的話 你就打REPE加LEN 方法很多啦 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插入函數 這邊有插入函數 那你打完公式之後 你這邊可以插入函數 一樣可以跳出那個文字裡面的話 重複幾個零嘛 那重複幾個零喔 特別注意喔 OK 它會自動幫你把公式加到這邊來 重複零 所以你記得喔 這邊加個零 那你移開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 前後 加那個 如果沒有加雙銀號 記得喔 你這個地方喔 要自己補一個雙銀號 你不是打個零就算了 如果你前後沒有加雙銀號 輸出可能會有錯誤 自己加上前後雙銀號 那重複幾次呢 根據什麼 這個 那 也就用3來減 3減掉 如果它兩個字的話 那補一個零 所以 3減掉 這個 所以先打一個L1N算了 L1 錢瓜糊 去判斷一下這個儲存格裡面有幾個字 後瓜糊 有沒有 減下來是 3減掉兩個字 一個字 告訴你 所以重複一個零 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0911 一個減 -0 然後呢 再串後面的區 區碼 所以再end 做完之後有沒有 先補0的 再補上後面的區碼 所以再把後面的區碼加上去 這個時候打勾一下看看 那你不用急著說全部打完 你可以先打勾 確定一下這是不是你要 是的話呢 那後面其實默碼 規則跟前面的 區碼其實差不多 所以喔 你不用再做一遍啦 你可以講 從減這邊到後面這一串 所以end 記得end要選到 然後減 到這邊 Ctrl C Ctrl V 有沒有 特別注意喔 這個end符號一定要有喔 這一定是固定規則 end一個減 然後 再把這個 G4 改成h 這個G4 再改成 我的習慣當然你可以直接打h啦 我的習慣是把它選起來 再點它一下 OK 那這樣的話 最後呢 確認沒有問題了 那就把它打勾 OK 打勾之後的話 答案就出來了 那理論上 其他 不用鎖定任何啦 你就直接點兩下 他就全部做完了 理論上應該是沒有什麼狀況啦 你看一下 對 這個沒問題 OK 因為這個 這個範例其實是之前 到那個 某電信 某大電信 那個 公司的一個 練習體 因為他們裡面的內部人員 動不動有幾萬 比那個客戶資料嘛 那裡面如果他不會這個方法 因為他輸出只會後面三個欄位 變成你要自己串 這個東西 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的話 那可能很棒 但是 每天都要串 每天都要下這個公司 其實 很累 對不對 所以最好 可以快一點的方法 那你想說 快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說 你可以 換個 換個 函數吧 如果說假設你不用REPT加L1N的話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其實這邊順便加L1 我把後面 第二種方法 如果不用REPT加L1N的話 其實你可以換另外 前面都一樣喔 你可以換另外的函數 叫做 這個 TEST 這個TEST就是說 格式化的意思 格式化 基本上就是說 它會依指定的數字格式喔 有沒有 先格式了 再將 數字轉換為文字 所以最後的結果是文字喔 那你必須給格式 所以這邊有個 Format的TEST 那給資料 那我們怎麼做 兩個東西喔 有沒有 Value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說你的Value Value就是你要轉換的那個數字在哪裡 就84 然後Format TEST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 也有雙引號兩個啦 一到中間 0 0 0 3個0就可以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直接按確定 如果你補3個0 它基本上就知道 原來你要把這個東西 放到這個格式裡面 轉換成文字 那它會發現說 你少一個0 我幫你補個0 少兩個0 我幫你補兩個0 如果你少3個我幫你補3個0 OK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 就出來了 感覺應該更簡單 所以 第二種方法 會比剛剛的邏輯來的簡單 那一樣 把這個AND 複製一下 貼上碼 跟剛剛一樣 那再把什麼 G4 改H4 打勾 OK 那就完成了 點兩下 感覺好像公式變短了 對不對 邏輯更簡單 那這兩個我想 各有優缺點 所以你們可以 試試看 這兩個方法 那等一下也許 更快的方法 那你可以製定 或者像我剛剛講 清除掉 看一下 因為你每天都要做 你每天都要下工序 也累 所以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這件事情 變得更簡單 或者是說可以插入一個 使用者定義這個 可以一個手機 按下去 123 通通不用想 到底怎麼做 你只要能夠找到就可以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那個剛剛的那個參考的 畫面的答案 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白板 裡面的 那個第一個資料 就是那個文字與資料 函數 那個 部分裡面 那最後面有個叫程式碼 其實就裡面放一些公式跟程式碼 那你記得 如果說你將來要參考 除了說 當然你可以直接 直接看那個畫面之外 或者右上角有個彈出視窗 彈出視窗 試試看 哈哈 啤 1996